书接前文咱们继续聊准二韩国的第二任大韩策望阿拉布坦 这策望阿拉布坦虽然是准二韩国的中兴之主 可咱们上级聊了身体不好 今天咱们就得聊聊大韩怎么就成为了韩国的中兴之主 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那咱们又得回到1697年了 那一年30岁的策望阿拉布坦 实际上已经是整个蒙古地区最年轻 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60达赖赐给了他一个昏胎机的称号 并且给了他一枚铁印 那么这枚铁印上注客的是准个二韩国昏胎机 或者是策望阿拉布坦昏胎机 或者是只有昏胎机这几个字呢 都不是 这铁印上的印文是这么几个字 俄尔德尼卓里克图昏胎机 虽然呢没有大韩的名号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 现在的准杆啊 他就是韩国 但是呢这草原上的韩国和中原上的帝国呀 他肯定是有区别 最起码啊 在这个城市上就有区别 中原呢是以圆圈城 这人民呢 就或是国人或是野人 就是农民或者是城里人的意思 可是啊在这个伊林河谷的准个二韩国的首都啊 让我们一看可能就显得不像个城市了 是以大韩侧望阿拉布坦的形状居中 在大韩形状的前面啊 另设牛皮大帐 这个牛皮大帐里供奉的是佛像 哎 哥哥们中原呢 就是庙的意思 然后啊 这围绕大韩的大沃 并不是百姓的沾房 而是喇嘛的帐篷 据说呀围绕这个侧望阿拉布坦周围啊 有一千多座喇嘛的帐篷 再往外啊 才是老百姓居住 据说当时伊林河谷 这座准盖尔韩国的都城啊 畏畏壮观 可是我怎么想啊 怎么想像一个周末的露营聚集地 盖尔丹死了以后啊 首先这侧望阿拉布坦 先召集了盖尔丹的残部 这样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呢 也壮大了队伍 然后就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啊 实施了很多治国方面的小手段 他干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写信给康熙 首先表示臣服 其次呢 对这个西藏帝八苍阳家族 隐瞒武士达赖 元济一事啊 表示非常的不满 他说他愿意和康熙的清朝大军 两面夹击讨伐苍阳家族 然后他跟康熙说呀 皇上您尽快发兵 我为了表示诚意啊 我这边先动起来 实际上他发兵了吗 他动个屁啊 他本来就没想攻打这位西藏的第八苍阳家族 他知道这苍阳家族 控制着六世达赖 苍阳家族 他虽然呢 瞧不起那枚昏摊机的铁印 但是这必定啊 是六世达赖 封刺给他的 那谁让六世达赖 封刺给他的呢 那现在控制六世达赖的人 必定还是这位第八苍阳家族 所以怎么看 大伙都能明白 这苍阳家族 无论是什么原因 他还是向着这位准干儿韩国的新人大汉的 所以说呀 他没有理由去打苍阶家族 他无非是对着康熙打了一套迷昏掌 一呢 是挑起这魏赃地区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 他好从中于力 其次啊 他也是真想造造声势 警惕一下这个苍阶家族 以后你不要再借助达赖的名号 来干涉我准干儿韩国的内部事务了 康熙皇帝是什么态度呢 康熙皇帝老谋深算呢 要是比新路的话呀 有清一代 这皇帝呀 没有再比过康熙皇帝的了 据我所知啊 就七宝玲珑心的人就两个 一个是康熙 一个是笔干 你还跟他玩心眼呢 这康熙皇帝直接把这方心 就扔到了龙叔岸上 跟这帮内阁大臣说呀 这侧望阿拉布坦这人一直狡猾 他从驻地到青海 沿途艰辛万分 路途险恶 根本不能行军 侧望阿拉布坦附近的 哈瑟克 布鲁特这些部落 又是他的死对头 只要他要向 魏藏地区 以及青海一发兵 那这些人立刻就会 抄了他的后路 所以说啊 这康熙皇帝 压根就不信 这侧望阿拉布坦 会出兵魏藏和青海 那么说这西藏 提拔苍结家措 被他吓唬住了吗 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没几天 这苍结家措 就让拉藏行给杀了 所以说这吓唬与不吓唬呢 也没多的关系了 这首先说呀 这大韩上任以来 这三班府没玩好 实施的第一条计策呀 就给自个儿整了一个灰涂土脸 既然现在四方都比较消停 没有战乱 那就赶紧发展一下本国的经济吧 嘎尔丹时期连连战乱 搞得准嘎尔韩国是鸡贫鸡弱 这最初的侧望阿拉布坦 接手准嘎尔韩国的时候啊 这准嘎尔韩国只有12个部落 5个集赛 这集赛是什么呢 如果您去查文献的话呀 这文献上会显示 这集赛就是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 实际上呢 我给您换一种思维方式 您可以理解为教区 也就是说这侧望阿拉布坦 接手的时候 准嘎尔韩国只有5个教区那么大 经过他的努力啊 国家和子民都扩大了 首先呢 他扩展成24个部落和9个集赛 这准嘎尔韩国史啊 是俄国人写的 换句更精确的话说呢 是苏联人写的 这书上说啊 这蒙古人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不精通任何手工业 这一点啊 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准嘎尔韩国啊 在这之前 所有的生活物资啊 基本上都是靠护视 牛羊以及皮草 再加上啊 对外掠夺来的财富 换取生活物资 所以说呢 从明代以来 一直到清代 中央王朝 拿捏蒙古政权 主要就是靠护视 你听话 咱们就护视 你不听话 就关闭护视 这一关闭护视以后 你什么都没有 铁器 铜器 布料 全都不能自己生产 还有最关键的 一项生活物资 就是查 这一点就没办法了 这蒙古人再培养 自己的能工巧匠啊 这查不产 在他那个地区 他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除了查之外呢 就是粮食 粮食也没有 蒙古人不会种粮食 所以说呢 只能啊 高价的 像这个汉族人 以及南疆的少数民族 置换或购买 准个二人呢 从很早就习惯使用枪炮了 他们并看不起 中原王朝 就是清朝的那些枪炮 枪呢 射程短 粗枝滥造 这炮啊 非常的笨重 虽然射程员 火力大 但是并不方便 草原作战 那他们主要依赖谁呢 那就是俄罗斯 咱们拍备胸脯子 说句良心话 从当初的这个 头人巴图昏太级 到僧格 带造后来的大汗 嘎尔丹 乃至策望阿拉布坦 和以后的这 嘎尔丹侧灵 等等等等 这些人呢 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上 都很有气节 拍备胸脯子 都挺爷们的 这俄国人呢 试图侵犯这准格尔韩国呀 哪回都是 遭到强烈的抵抗 挨一顿垮抽之后 滚回俄罗斯境内 可是为什么 到了嘎尔丹那 还得狗着点 俄罗斯人呢 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帮着人家去打仗 让这俄罗斯人呢 在自己的这战争当中啊 分得一杯羹走呢 那还不就是 为了图人家的枪炮吗 你这关系要是搞得不好 当你需要枪炮的时候 还不要说这个赠送以及支援了 就是你购买 人家也不卖 乌兰布统大战之前 俄罗斯和准格尔韩国之间的 军火交易就断了 原因很简单 乌兰布统大战以前 那不是发生了一件 更有历史意义的事儿吗 什么事儿啊 就是尼布统条约的签订 这条款当中 明明白白有一条就写着呢 不准这俄罗斯再支持准格尔丹 据说呀 当时这个格尔丹和这俄罗斯 有四千条快枪的 这么一个购买合同 俄罗斯人说呀 你先把钱给我 然后呢 咱们买一赠一 我在这基础上啊 再送你四千条枪 可是呢 这尼布统条约一签之后啊 哎这钱算 石川大海没有阴心了 这格尔丹呢 是既没见着钱 也没见着枪 有很多专家认为 这格尔丹在乌兰布统 大战中的失败 和这次没有成功的军火交易 有绝对关系 那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弊端呢 都等着这个新任大韩 侧王阿拉布坦来解决 这枪炮的事儿啊 咱们先放放 先解决生产力这块 好就好在呀 现在准格尔韩国 实际控制的 不光有现在所说的 新疆的北疆 南疆原来的 叶尔强韩国呀 那实际上 现在名存实亡 就是准格尔韩国的一部分 那蒙古人 虽然不会呀 这个制铜制隔野铁 尤其是不会种粮食 但是他们会呀 这帮南疆的缠回呀 他们是懂这个的 俄国人写的史料中 是这么说的 这会儿啊 准格尔韩国当中的 厄陆特蒙古人 他们已经学会了农耕 他们栽培小麦 大麦鼠 南瓜西瓜 葡萄苹果等等等等 后边还有一句话呀 非常的耐人寻味 就是在他们的统治下 被征服者得到了善待 这个问题就难说了 首先说 是不是这帮 厄陆特蒙古人 会种植这些农作物 以及水果呢 其实并不是 是那些南疆的缠回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维吾尔同胞 大批的缠回 从这个南疆啊 被发配到北疆 说是发配呢 也可以 说是强制移民也可以 就是选择能耕种的土地 给这些厄陆特蒙古 种植农作物以及水果 其实这并算不上啊 是这些厄陆特蒙古人 真正的掌握了 这些农作物的种植 反过来说呀 像什么 制皮啊 制铜 野铁 也是这样 相传呢 这会儿准个二韩国 有五千人的专业野铁队伍 这五千人当中啊 就真的什么人都有了 有没有蒙古人呢 我想一定会有 但是数量绝不会很多 这里边呢 有他们裹挟来的汉人手工艺者 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缠回 至于说他真的 善待了那些俘虏吗 准个二韩国 对南疆 也就是当年的伊尔强韩国 所收的税收相当高 不但如此啊 每次发生战争 还会临时的 对所占领区进行收税 那不管怎么说 用何种方法 总之这个准个二 现在的大韩 侧往阿拉布谈 确实推动了国内的经济 促进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肯定的 因为效果在这摆着呢 在民用产品这一块 现在的准个二韩国呀 也有自己出口创会的 全都产品了 什么呀 这种东西叫啊 红香牛皮靴 据说制作这种皮靴的皮料 是用特殊的香料 以及草药熏制炮制过的 所以它散发出一种奇香可避文营 据说中原当时的达官显贵 每人都希望能得到这么一双皮靴子 聊完了民生之后 咱们就该聊聊五倍了 咱们先说说 这种感觉是韩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战争 沙皇彼得意识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主 它不甘心就只得到瑞典的一个出海口 于是呢 就极力的往东扩张 其实准格尔韩国的领土啊 不在它扩张范围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这哪有出海口啊 现在说那就是新疆 那是帕米尔高原 可他不知道听谁说呀 这准格尔韩国控制的一个地区呀 出金子 他得到了一份啊 来自这个西伯利亚总督的报告 上面写的很清楚 准格尔治下有一座名城叫做伊尔强 这个地方啊 出沙金 这统治者看待金子呀 就像吸血鬼看到心间的血浆一样 是根本就没有抵抗力的 那还等什么呀 发兵啊 可是这手头现在呀 没有那么现实的哥斯克骑兵 怎么办呢 这沙皇彼得一世啊 就派出了一支远征军 这支远征军是由三千瑞典俘虏组成的 说来啊 就是这么巧 这国力上升的时候 老天爷就是会帮你 这侧往阿拉布谈手下的大将 大侧灵敦巴布 接到了俄国人入侵 雅梅什湖的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带人呢 去突袭了这支俄罗斯的远征军 一直这个大侧灵的意思啊 通通都怒死 留着干嘛呀 长得就这么寒碜 可是这会儿啊 这大汗赶到了 说别的呀 咱想问问这群人都会点什么 是干嘛的呀 一打听才知道 这支部队啊 除了这个瑞典骑兵以外 还有炮兵 以及铁剑和专业的驻炮师 再一身份呢 这三千人当中 有一个人呢 还不是远征军 是出来采风考察的 这个人叫什么呀 这人是个瑞典人的 叫列纳特 这个人最擅长驻炮 得知这些确切的消息以后 这侧往阿拉布谈高兴的 哎就像孩子一样 在草原上是手骨足蹈 又蹦又跳 这侧往阿拉布谈呢 显然这大汗有个人的魅力 很快就说服了 列纳特为他所用 就这样啊 很快 五千多户铁匠 为准个二韩国制造 刀锋弓箭和盔甲 还有一千多户 在这个列纳特的带领下 专门为准个二韩国 铸造大炮 不知道啊 这侧往阿拉布谈 给这列纳特 灌了什么迷魂呀 这列纳特在准个二韩国 一待就是十七年 这十七年可了不得了 给这个准个二韩国 铸造的轻便野战炮啊 那就无了数了 这位瑞典人中尉列纳特 看不上这些炮工们 铸的炮 亲自啊 给这大汗铸了几门炮 四磅炮十五尊 小炮五尊和十磅炮二十尊 据说列纳特 驻的这几十尊炮啊 那是精准无比 那么这些瑞典人和俄罗斯人 给准个二韩国 带来了先进的科技和技术 就只是这些吗 当然不是 这西方野铁的技术 一直就领先咱们 到现在啊 很多话我也说出来 就得挨喷 直到如今很多特种 刚才我们还是依赖进口 俄罗斯人就给准个二人 带来了先进的野链技术 那我们知道啊 在这以前 这蒙古人他不会野铁 不会铸造 不会断达 那是因为笨 实际上蒙古高原 是不缺铁矿的 这铁矿的质量还很高 所以炼出的铁来 也是非常的精良 不光是火器这么简单了 制造出来的刀锚 弓箭 以及铠甲 都是非常的精良 至于在战争当中 发挥的威力啊 咱们下一集再讲 今天我先跟您说说啊 就是大清这帮皇帝们 见到准嘎尔韩国这些装备 那是多么的眼红 这咱们得往后说 说到什么程度 乾隆二十三年 哎 这准嘎尔韩国 那会儿已经亡国了 这乾隆皇帝呀 逮着了几个准嘎尔韩国的铠甲工匠 您呢 可以去翻这个青史去 上边记得很清楚 这几个人有名字留下来 齐齐克 马木特 和多尔基 立刻封官家绝 并且呀 让入了齐 编入这个 整兰齐盟国 在这个武卑院 专门负责 督造铠甲 至于这火器嘛 这月中齐有一句话呀 听着很操 但是很实际 他说这个枪啊 没有人家轻 没有人家打得远 还打个屁 到了乾隆二十七年 参赞大臣阿贵奏称 在伊赛湖附近 发现了准嘎尔军队 埋藏的大铜炮 还有炮子 这乾隆皇那一琢磨啊 既然能有一两门 那就会有七八门八九门 接着呀 派出大规模的考古队 到那去挖掘 还就真挖出了 大批的准嘎尔军火 可见当年的准嘎尔韩国的 武器制造业有多强 据一位呀 从那个准嘎尔韩国 逃出来的卡尔卡盟国人说 这准嘎尔韩国的枪炮厉害呀 是一回事 之所以火气的威力大 火药也不一样 那显然这哥们他是不懂技术 他只能啊 把看见的情况告诉给清军 他说呀 除了这个一销二炭三硫磺之外 准嘎尔人呢 在这火药里 还加另外一种添加剂 他亲自试验过 装入同等要量的火药 同等分量的千丸 这准嘎尔火药啊 要比传统火药射得远的多 不单是这些军事技术 这帮欧洲战俘还给准嘎尔韩国 带来了一项能够出口创惠的手艺 并且能充分利用这准嘎尔韩国的特产 那准嘎尔韩国有什么特产呢 羊毛啊 过去呀 这些蒙古人用这些羊毛只能用来做粘子 可是这帮欧洲人一来啊 教他们一项新技术 用这个羊毛做泥子 这一下子就可以卖到俄罗斯去换金币了 综上所述 大韩策望阿拉伯坦统治准嘎尔韩国时期 那绝对能算得上是准嘎尔韩国的中兴 那国也富民也强的 是不是应该跟谁是不是不少 打两仗啊 这您绝对得放心 这草原孤狼准嘎尔韩国 他是不缺敌人的 至于跟谁打怎么打呀 咱们明天接着聊